画出未来校园蓝图拥有百年历史的新北永和国小校舍过于老旧 因此新北市府规划21亿元分成两阶段更新校舍 不只是改建教学大楼同时综合多功能大楼也纳入第二阶段规划当中 甚至还会跟社区结合将新建操场跟停车场开放给周遭民众使用 预计八年会完工 当然新北教育局不只针对永和国小 未来四年也规划改建艺学国中国泰国小以及五华国小等将争取57.6亿经费 校舍改建也要发挥公共财最大效益 创造学校跟社区共享模式 TV的新闻吹用全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